我们今天节目现场来到的是 资深媒体人吕国珍 我们要用资深媒体人吗 我来宣传上周的下期封面 你现在也是上周总足笔 对不对 是 从先前的媒体跳到上周去 我们现在有YouTube直播 大家可以上YouTube看到 国珍刚刚进到我们节目现场 今天要来跟我们讲台积电 神山 不是讲矿山 是讲神山 讲台积电里面的矿山 台积电怎么会有矿山 当然台积电有矿山 神山里面有矿山 前一阵子大家都从车票换成 船票换成车票 对不对 大家很关心这个行业的改变 那其实我们上周这一期也很难得 仿到2019年诺贝尔奖得主 拿到化学奖的得主叫慧廷翰 他是跟三个人一起拿到诺贝尔奖 是锂电池的发明者之一 那月亮连线去跟他谈一个问题 也是大家都关心的 就是到底石油会不会落幕 那他很斩定的接地告诉我们 如果你从加州一个地方 其实加州还蛮好玩的 加州现在在有个地方叫帝王谷的地方 帝王谷 靠近墨西哥在南加州这一带 然后还有个叫索尔特湖之类 那那个地方其实涌进了滔金草 那原来那个湖里面可能 蕴藏了有80万吨的梨 那大概值40亿美金 那整个地方应该热的跟什么样 因为我看的是网路上的资料 那慧廷翰告诉我们说 你去看那个地方你就知道 美国现在在金属这块有狂热 有多狂热 因为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 大家都跑去那边掏金 当然掏了叫李 因为李的趋势会来 那当然拜登上任的时候 也有去做一个战略报告 他其实也去盘算出来 把一个东西当成是美国未来重要 就美国到底掌握多少 稀有金属跟锂 那结果他发现很多锂矿啊 孤矿其实都已经掌握在中国的手里了 像非洲的孤矿都主要都在 中国的大概有七成二左右 都已经被中国买下 孤矿最主要好像在钢果 在钢果跟非洲几个国家 那孤矿台湾也有在台积电 那等一下我们再聊 那其实跟他聊的时候 他就会讲说 当初其实他曾经在石油公司待过 在那个时代就说2000年石油可能用完 那就开始在想这个问题 没想到这个时代开始 整个金属已经慢慢的成为人员的主流 那相信这个题目我们在 在我们之前广播也是聊过了 高森也说过 铜是新石油嘛 那不只是铜啊 其实所有的金属都可能会在这一波 可是当然我们要讲的是 那惠庭汉到底还说什么 因为他其实也讲了几个重点 可能各位听众大家会 会觉得那我要不要去买礼啊 或买这些 其实他会讲说 可以看到一个趋势是替代都会发生 如果我们去看所谓的以前的电 最早Toyota在做电池的时候 其实只有孤而已 孤跟铃 铃铃电池 那时候没有列 那链从1比1到1比10 现在链大概占了10% 所以最近链也涨很多 当然我有去 我上个礼拜有去 大家很关心的一家公司 因为股票也飙得很凶 哪一家公司 就最近股票飙得非常凶 叫我美琪嘛 那一家公司 我重新再去看那一家公司 那等一下我们再讲说 为什么这家公司会这样 那就可以 他就费林安讲说 第一个其实替代人员都会 替代的事情都会发生 所以当铃价格很高的时候 他可能会选择别的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初的时候 其实林德时代就做一个 很重要 很重大的发表 他用钠做电池 钠就是含在眼里面的一个金属 那他 他其实说 这样就性能会比较好吗 当然比较差 可是他其实在宣誓说 那我也不完全被掌握在 你的手里 那当然这是 慧婷安讲的第一个东西 第二个东西 其实他讲的 其实是跟台湾很有机会 我觉得 我们在这个访问里面有谈到 以后 当然 就会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 电动车 其实电池以后会不会成为灾难 我相信各位听众都会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以后手机跟电动车 这些东西 他的电池不可以乱丢 所以有个东西就会崛起 叫回收 对 所以每个东西销售出去的时候 都要确保这些东西能够收回来 这才是未来很重要的趋势 前几天有一个朋友 传了一篇文章给我 就是他听到我们的节目说 电动车可以减碳 他说这其实是错的 他说电动车要开到一定的公里数 才能减碳 当然 如果你讲他整个生产的过程中 就好像我们之前也谈过 太阳能就减碳吗 其实不是 他说煤矿开始做的 怎么可能是减碳 当然他如果产生一定效用 减少煤炭 最终还是可以的 所以会听到讲一个东西 其实不是光谈到 金属变成石油这件事情 而是金属 未来如果真的取代石油的时候 那他的回收跟他的责任 是未来越来越重要的 这就为什么我们上周会再去看 为什么要去看台积电 为什么要去看美琪 来看台湾的发展的机会 因为讲坦白话 如果我们把整个全世界地图一摊 其实也没有台湾的舞台 每个大国都已经开始在卡位了 就连拜登都会担心 美国都抢不到了 轮到了 所以你要问我说 台湾有谁掌握了理 其实很困难 坦白讲 我们也不可能去掌握念 我们之前有谈过 华兴立华 跑去印尼投资念 但是毕竟我们是一个 相对不是一个非常大国家 我们不太可能去控制念 可是我们反而在另外一块很有机会 对 据我知道台湾所谓做电池 都是组装而已 我们的电池芯都没有这个技术了 对 当然如果我们讲电池芯 或者是正极材料 我们其实正极材料是有一些技术 但我们不太可能往那一块去跨 但是有一块我们倒是很有机会 在金属时代这一块 当然我们不是在谈电池 我们如果谈到电池 会变成是谈到台泥跟台塑这些的发展 可是我们谈的是 如果金属这个时代来临的时候 金属变成石油的时候 当中国跑去非洲 美国开始盘算自己的 到底掌握多少这样的战略物资的时候 日本今年还统计说 2021年日本的因为这些金属 当然在讲锂涅铝这些东西 或者是包括那个 包括菇 它可能影响它汽车产业的 影响它的成本达到三成 缓金了 因为都涨很多 我们一个个来谈 就是先来谈一下 就是说 你刚讲说台湾的机会在哪里 对不对 因为你如果说讲电动车 或者讲说电动车电池 台湾大概没什么太大的机会了 虽然说 虽然说鸿海也非常积极 在发展这个电动车 但是你可以看到事实上 全世界电动车起跑快的国家 包括大车厂 他们早就已经开始在做了 我最近看到一个广告 就是连那个现代的电动车 都要进来台湾卖了吗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广告 对那有 对不对 所以说 但问题就是说你去看一下美国电动车 它其实还是特斯拉卖的最多 Model 3 对不对 然后这些车型卖 日本啊 韩国啊 或甚至 Audi 这些德国车厂的电动车 在美国销售量也还是不大 就跟特斯拉比起来还是差很多了 最主要还是 这个美国人买电动车 还是买特斯拉 对 那台湾的机会在哪 就是说 整车 我们有这个机会吗 电动车电池 我们也很清楚 其实电池技术最厉害的是中国 然后呢 另外就是中国已经都已经超越日本的电动车 电这个电池技术 这个包括韩国了嘛 那那台湾还有什么电池的机会 为什么美其嘛 康普这些股票会涨呢 就是他们涨的理由到底在哪 对 就回到刚开始谈的 惠庭和讲的这句话嘛 李电池的发明的 他讲说未来这个责任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另外一个产业 投射到电池这个行业里面 就可以看到台湾的机会 是我们这次为什么要去看台积电的回收的产线 好 我们先来讲这个康普美其嘛 好了 你有去美其嘛 我当然有去美其嘛 那你看到什么 我觉得我应该从一个 我们大家各位听众可能对美其嘛 这家公司有很有兴趣嘛 应该年初的时候才几十块 飙到一百多块 今天有多少钱我不知道 那是可以看到一个趋势是 他到底为什么会受到这个时候 臭小青睐 那很多人都想说美其嘛到底做什么 其实美其嘛的诞生 跟台湾有个行业有关 台湾有个行业叫做PTA 做仿签的原料的PTA 那包括远东啊 还有最早之前有英国的中美盒 在台湾有投资 那是BP英国石油啦 叫中美盒也很奇怪 但是他其实母公司是中美盒 是BP英国石油 那美其嘛其实是个英文 他其实美其嘛其实是英国公司 他就是在做PTA的触媒 那这个董事长 严隆才本来是他的代理商 后来就把他买下来 英国人叫他如何盖场 那他做这个生意的时候 本来PTA里面一定要有个东西叫触媒 在他化学反应中 需要孤来帮助他反应 才会反应的很好 那当然孤这个东西 你就要买进来做成触媒 再卖给石化厂 可是美其嘛就想到一个东西是 那我怎么去发展出他的特色 所以美其嘛就发展出一个 叫说跟着他们国际化之后 他同时去发展一个东西 叫说那我应该要卖服务 所以我卖孤给你 我在厂里面设回收设备 我帮你把孤回收回来 再重新卖给你 所以美其嘛的产品里面 有六成是新的孤 四成是回收的孤 等于他在做的是 类似像孤的回收的服务 那跟谁回收孤呢 直接在厂里面 替他回收 就不用再变成废弃物在回收 而是在制程里面在回收 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 例如我们讲 大家可能各位听众 可能已经遗忘了那个人 叫祥陆陈友好 例如他祥陆的张州厂 跟厦门厂 早期在厦门 后来在张州 那他厂里面的回收设备 就是美其嘛的 那美其嘛直接设一套设备 在他的制程里面 帮他把孤 含有孤的肺液回收下来 那孤就取走了 再回到美其嘛的厂 再把它变成是孤之后 回收孤 再把它卖回去 给他做出媒 所以他是在 这些纺织厂 化千厂里面 把这些肺液先回收起来 对但是不是变成污泥 或废土之后才回收 不是哦 他是制程里面就帮他 所以这个是有专利 有know how的 制程里面 把这些肺液回收 对 然后回收之后 再送回美其嘛 再去萃取出这个 变成回收孤 所以他有六成是原孤 40%是回收孤 那他这个机器 只有设在翔路吗 远东西 远东西也有 当然这个商业机密 所以就跟着他们 国际化去了 好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 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就刚才国真讲说 台积电 这个神山里面有矿山 这个到底他的矿山是什么 这个讲清楚一下 让我们来知道 对 那我们刚才讲完美其嘛 美其嘛就这样发展出来的 所以当开始 Toyota开始在做 里固 叫里固电池的时候 他就开始去研究 怎么回收这个材料了 所以为什么 我们今天看到美其嘛的时候 他为什么 他一半的营收 其实已经不是在估了 我刚才一直在讲 他是做触媒的公司嘛 只要回收估 可是他其实一半的营收来自孽 那是因为后来电池的发展 Toyota日本电池的发展 就会开始所用的里孽跟里孽孽 那为什么只回收这两个东西 其实我听完之后也蛮好玩的 因为把电池粉打碎 变成金属粉的时候 会分成两种东西 一种东西叫做 磁铁吸得起来的 就是锂跟铜 那就被吸走了 那另外一个剩下的东西 可能锂跟铝这些东西 铝好像可以吸走 那锂跟菇 刚好是美其嘛的强项 所以美其嘛就开始打入 日系的供应商 开始回收这些金属粉里面的 锂跟菇 所以他是从电池粉里面回收 对啊 从电池粉 所以电池粉里面 就会含有锂跟菇 就是说这个电动车电池 对没错 就是电动车电池 所以美其嘛就开始 从去年开始 他当然一开始 没有那么大的产线 他又盖了一些条新产线 也是最幸法人 为什么看到上 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那我们从这个题目 又再去 彻底了解美其马商业模式 才发现 他因为看好这个趋势 已经从去年开始 盖一条新的菇的回收生产线 那菇如果从这个方回收的话 他会产生硫酸菇跟氧化镍 硫酸菇 硫酸菇硫酸镍 还有氧化镍 那他已经开始跨住了氧化镍 等于他开始在卖 类似电池材料的东西 当然都是重回收的 所以台湾反而 刚才看到很多听众 跟观众在留言 其实说实在阿富汗这些事情 也能不能我们台湾插上一脚 能不能我们插上一脚了 但是我们其实 原来日本的电池 变成电池粉 打碎成电池粉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帮忙回收 镊跟菇 那美奇马就这样 其实镊的 占了营收占比 从八年前到现在 已经占超过一半 那他这个技术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从开始从英国 就是这家英国 为什么叫美奇马 我还以为他是卖那个甜点 你知道吗 原来那个英文名字 美奇马是英文 你不要想成沙奇马 对啊 我们不要太严肃嘛 美奇马原来是一个英国公司 直接翻译过来的 所以他的技术是从英国过来 英国开始过来 开始学 然后自己研发 然后当然我们台湾 自己在回收这一块 其实做得很好 所以他开始钻的就是这一块 那我们再回来讲台积电 那台积电跟友达 跟群创里面 有很多都同制成 所以一样 光源也有同样的团队回来 进来就开始处理台积电的废水 回收铜 那铜开始 这个卫斯特公司 其实他开始从 而且台积电也慢慢的 去转变的东西 其实我不是在废弃物处理 而是我在制成端里面 就开始去想 怎么把东西更快速的回来 所以这个概念不太一样 这不是废弃物处理 不是废水处理 而是制成就开始回收了 就是说不是最终排掉的东西 在回收 我们用讲穿 只是在制造过程中 他就一边制造一边回收了 那这个就会参与很深 可是这个就会变成是服务了 那一个月就可以收200吨的铜出来 200吨的铜 台积电光台积电 台积电友达跟群创 这个数字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 光这三家一个月就有200吨的铜 而且成本是十分之一 这等于是新的概念 台湾原来我们可以从 我们的制造业里面 想到很多金属回收的工作 而且回到为什么 谁帮台积电处理这个制成的 卫斯特工业院出来的团队 其实就是空工业院 那本来就说废气物处理 废水处理 金属回收 变成现在叫循环经济 那他卫斯特是不是那个 那个类似这样的发音 卫斯特当然我猜是一样 我倒没有去看他的英文 就卫斯特嘛 就废气物那个卫斯特 那台积电在7奈米之后 就开始有孤 所以孤也变成是台积电里面 也要被回收 所以每个月都可以回收 好几顿出来 OK 那也都是卫斯特在回收 对是卫斯特在回收 那台积电里面 还有很多金属 就开始整个供应链进来 例如包括光阳 光阳科 为什么前阵子也很受瞩目 因为他替台积电回收一些 稀有金属 那台积电概念不一样 光阳科以前是做 建杜把财的 那他其实很强项也是回收了 对 等于台湾 我们看到一个 循环经济就对了 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模式 那再回到惠庭 和讲的一个东西是 那台湾 其实我们不太可能 去直接做电池 或做整套电池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那第二个我们也不太可能去阿富汗抢矿山 阿富汗抢矿山 那个也是梦想 但有一个东西是事实是 是不是会停按讲的 每个电池 每个材料在卖出去的时候 想的是要怎么回收 对了 当然因为将来这个量很大 你看那个电动车开个十万公里 还多久 他这个电池就要回收了 就不能用了 所以我们就问 美其马董事长说 那你现在做的量很多 他其实说还是不多 为什么 因为电动车 你看你去算 现在才卖出几辆 全世界一年 也不过就两百万辆 对两百万辆 那特斯拉才卖几年 如果真正大卖 差不多三年而已 对 真正大卖 他的车子远远还没有达到 那个电池要回收的情况 对 那个规模还没有够大 当然所以这个时候 就要提醒各位听众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大家会这么看 那这个股价的问题 我们就不去 因为我们都看得很远 对不对 我们都看到十年后 对 他很残词跟说 现在这个产业链 电池才淘汰几个 你说我现在要 规模要做很大 那锂电池呢 比电的这些 锂不是他回收 因为这个 磁悬能够吸走了 就轮不到他 所以镍根菇主要 因为他强项就处理 镍根菇 因为本来在PTA里面 就有镍根菇了 就变成台湾 还是要发展出 自己的强项了 那就电池可能要花个十年 所以他等到真正多了 不过他也提醒一个事情 可能真的到204年年 这些金属可能都会缺货 2040年 对 可能204年年前 大概过个几年后 可能金属会大缺货 所以这个大趋势 是不会改变的 那会慢慢出现一个平衡 就是他说的 六四这个事情 慢慢发生 就是回收的比率 开始慢慢拉上 拉高的时候 就会取得一个平衡 到时候 可能加上 惠庭安说的 替代的效果 会慢慢平衡 所以可能我们会看到 金属大缺货的时代 这个应该肯定会发生 这个会发生 肯定会发生 因为毕竟挖矿 越来越难挖 对 而且讲实在 他也有很多环保 这些限制 对不对 对 然后这种矿山 其实还没那么快 我所谓的城市矿山 或这些回收的矿山 还没那么快 其实200万辆 还没到淘汰 三年 七年 十年 才可能会慢慢的 电池量会出来 那那时候 美其马回收镍跟菇 才有可能很大的效应 现在可能还看不到了 不过就有前景 对 那个前景就看得清楚 有这个未来 庞大长远的商机 对 Campo也是类似 这样的公司 Campo也是类似 类似这样 它也是硫酸菇 他们其实是同样的公司 所以我们去一家 就可以了解 大概台湾 我们竟然可以扮演 这个角色 所以中国抢矿山 我们做回收 我们在神山里面 找矿山 台湾做回收 中国抢矿山 是这样一个格局 对 我们在神山里面 找矿山 那事实上我们做到了 而且经过商周这一次 我们也看到 台湾其实如果 未来掌握电子垃圾 我讲的是 当然不叫垃圾 其实以后是回收 循环经济 每个人都有责任 在卖之前 就已经决定 回收的是谁 我觉得这 绝对是未来的趋势 对 这会挺难的 因为 讲实在你要做到 这个绿能 环保 你就要必须把你 你真正可能 后面所造成的 这个环境资源的负担 要先思考 要把它解决掉 对 对不对 不然的话这个东西就 讲实在就没意义了 就是说 有人说 为什么电动车 它没有排碳 它没有减碳 它其实是 它把它整个 那个电池生产的过程 它把它整个 把它算清楚 对 把它的碳消耗 算清楚 那如果再把以后 这么复杂的金属问题 也都完全建立好供应链 其实台湾这一块 是很有机会的 我们应该赶快 把后面这一段 做出来 那这个是我们有机会的 当我们在做 这些材料的时候 也顺便 保证可以回收 这是美其马模式的 我卖给PTA厂 我提供你沽 我会保证你 那问题就是说 在做回收 不是很耗能 跟那个也有 蛮大的环保问题吗 对 所以一开始 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在设计上 就要去想清楚 我们要怎么去 怎么样确保 这个块可以回收出来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 是在 这阮大哥问到 很关键问题 PTA厂 为什么给美其马服务 是因为 如果你把所有的东西 都变成污泥 最后会费渣 再去回收 是不是很耗人 一定的 那我在制程中 就提早去回收 那是不是比较 省人员 对 这个概念 这也是台积电 让这些业者 进到台积电里面的 制程的一部分 其实是有机密的问题 一定的 对 台积电就不相信美其马 是不是 没有 他没有这个抢项 他相信 卫斯特 每个人做生意不一样 不同的领域 这个我不能乱讲 我确实不知道 因为人家是工业院 专场是这个 所以他们为了 这个节能 他是在制程过程中 过程中就先回收 至少你不用混太多东西 你重新再提炼 就很麻烦了 这个其实是新的概念 这其实对业者来讲 也是一个很好的 这种废弃物的去化 去化的地方 那你家厨房就被进去 你怎么做菜 是被看到的 这个我不能乱讲 我家厨房 随便进来没有关系 但是别人家厨房 可能就有问题了 因为你就知道 他怎么配 你才有办法替他 把回收的东西弄好 OK 对 这是台湾的机会 我们从神山找矿山 好这个台湾 其实机会还蛮多的 对 我们其实之前 是宝特瓶王国 不要忘了台湾 其实是宝特瓶王国 对 我们在回收这一块 其实我们是做得很好的 我是不是说减垃圾 而是怎么样 有效率跟节能的回收 我还是要讲这一块 好 这也是一个 未来的趋势跟方向 对 就是说你真的要做到 所谓的节能减碳 其实不是只有做半套 对 你要做全套 全套就是你要把 整个生产过程流程到最后的 你的最终的废弃物的回收 都要把它思考到 整个碳的这个 这个价值链 虚幻链里面去 对 想清楚 好 非常谢谢 吕国珍 谢谢大家 谢谢